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改革形形色色的说法 五花八门的说法 林林总总的说法 总结一下 好听叫党政分开 党政分开还把你摆到那 党呢 你管你的事 政府管政府的事 这还是一个面子上说到过去的事 你知道吗 这里面的实质 有些人主张的是 党领导人民依法治国 这个制度要改 你不要你领导 你领导 你只要你领导 中国政治改革就没有实现 本质上取消党的领导 他们把资产阶级专政的西方国家 说成是民主国家 把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政权污蔑为专制独裁 他们说他们民主 怎么民主呢 说西方那种投票的具体形式 那就叫民主 叫西方宪政民主 西方宪政民主 隔壁王奶奶早就英明指出过 那是玩票 票决 一人一票 你看这是加油站 那黑人加油 加油那个女工 你和美国意外富翁 华尔街大佬都是投出的是一票 但是那是一样的吗 你知道吗 华尔街大佬 你知道他赞助多少钱吗 说到底 金钱政治这个东西啊 美国人的选举的时候 你只要想赞助 你想赞助那个人 根本就不受法律限制 你想赞助多少钱 随便的 你以为投一票都是一样的 它当然不一样啊 你觉得是票决 票决 你知道票决 那很多人就想不明白 那美国那两老头都八十多了 如果加那老太太的话 那岁数更大是老姐姐 三个人加起来三八二十四 二百五 三个加起来二百五 美国年轻人没了 奥巴马现在还很年轻啊 为什么要看三个八十多的老头老太太上面耍啊 跟我们胡同里戈壁王奶奶 李奶奶 为什么美国是 过去你们是嘲笑社会主义国家老人政治的 现在你们为什么玩老人政治啊 就你们三个能 为什么呀 怎么想不明白啊 票选总统本质上是幕后有一种操控的力量 我看有人讲过 说要么是你有钱 选总统吗 要么你有钱 要么你能搞到钱 这两个见解都是对的 但是更重要的是 两个见解都不如一个条件 那就是说深层的美国政府 美国影子政府 美国最重要的一百个人组成的那个朋友圈 人家认定不认定你 认定你 甭说你巴尔罗你九十多又怎么着了吗 一样的 有什么区别 是吧 有人认为那个东西好 三权鼎立好 多党论流执政好 这种思潮四十多年来在党内外造出严重的政治混乱 相当多的群众党员对国家政治发展的方向迷惘啊 面对这种情况2012年以来 这句话是我们宪法里边的修改后加进去的最重要一道话 此前的宪法是一个长长的序言啊 长长的序言 按照胡桥不同之特法 那就在序言当中啊 讲了中国啊革命啊 然后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当中起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呢 叫序言当中 序言和总纲呢 当然不一样的 序言是个背景啊 对吧 虽然也是宪法里边有机组成部分 但是和总纲里边的最重要的核心内容 那完全不一样 2012年以来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的特征 你不能不积案就要决 这就叫政治自信 写进宪法 这法条 这就是最高政治原则 这叫依法坚持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依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 这叫总体描画 你完善根本制度 完善基本制度 完善重要制度 推动党和国家 机构实现 我们现在常说的词 叫什么词 叫系统性 整体性的重构 2012年以来 这些事情我们是看得非常清楚 曾经一度乱的可以啊 曾经一度 那是没法看了 那现在情况在发生改变吗 对不对 包括党 怎么领导人大呀 党怎么领导政府呀 党怎么领导政协呀 党怎么领导监察机关呀 为什么现在各种各样的贪官 他们的那种那个材料 拿出来以后一看 都是中央纪委 国家建委网站 常常他们联合办公 然后呢 帮某官 比方苏黎金这种人 把他们的材料公布出来 这都是2012年以后的一种新变化 体现在具体的反腐败的斗争当中啊 包括党怎么领导监察机关 怎么领导审判机关 武装力量 人民团集 企业单位 还有包括我们街道局委会 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社会团体 我们党在2012年之后创造性的解决了 健全党的领导制度体系 领导领导体制当中 过去长时间解决不了的这种问题 你说加强党 怎么个加强法 人家叫你政 这党政分开 叫你跟你拨得到一边去了 那怎么办 2012年这个问题得到了根本性的解决 这就为党和国家长日久安 提供了根本保证啊 这件事 从较长的历史区间看 王立华同志认为 这必将载入伟大实测 不得了的事情 还有 还有呢 当今世界各国的国家治理体系 你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 资本主义国家 基本理念架构 都是工业革命时期产生的 定型的 发展的 对不对 在人类社会已经快进入 智能化社会的这种背景之下 旧式的 或者过时的 或者是因应过去的社会形式而 产生的国家治理体系 那肯定要变化 这种发展变化 这种发展变化 为新的社会主义潮流 展现出广阔的前景 2012年以来 我们国家 一直2012年之前没有这词 肯定没有 叫治理体系 治理能力建设 国家治理体系 治理能力建设 对不对 大家识会这词吧 什么意思 就是 你把这种理念 纳入全面改革的总目标 你是适应了生产力的革命 推动生产关系 上层建筑变革的总要求 你这就带来了一种 新形式 智能化社会 广阔的现代化领域 党的领导因此发生干 你引领伟大社会革命吗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你不是先进性吗 先进性 你要根据实际情况 毛泽的词叫 根据实际情况 决定我们的方针 情况是在不断的变化 要使我们的思想适应新的情况 就得学习 就得建构新的形式来应对这种形式的变化 比方说我们常讲的 异常艰难的局面下 推动经济转型发展 过去改革刚开始 刚开始只要是松一松 松一松 过去管的事不管了 一松 好 有的人积极性就来了 那改革最开始就跟啃骨头一样 刚开始一个羊排 那当人挑肉多的地方吃啊 吃吃吃没肉了 没肉了 社会发展又必须保持呢 适当的速度 又必须解决问题 那怎么办 就得啃骨头呀 对不对 2012年以来 是开始啃骨头 扶贫攻坚 正好又赶上疫情 这三年这八百多天 大家过得多憋得慌 多难呀 现在你你你 这些年你你你和过去不一样了 过去轻轻松松的 百分之十二的增长 百分之十的增长 多少年三十年接济 两位数增长 现在你增长速度换党了 对吧 你爬爬过坎 高速不行了 结构调整 结构调整就利益调整啊 利益调整 那有人疼啊 前期刺激政策 消化三期叠加 呃 外部外部是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 对我们无底线的全方位 打压围堵 还有一些资本势力 理应外合 福利抽薪 资本势力 有人说你不要老散布 我们仇恨资本家 哎 有人给我按了个罪名 说我反对民营企业家 反对社会的市场经济 我不是 我哪反对呀 我支持啊 我只是对看有些领导干部 见了这个 见了这个资本家 鼓酥肉麻 扑通一跪 给他们当这个 身边当慕人志 我只是看不上你们的表现罢了 这也是我们党内的问题 对不对 有的资本势力确实野蛮生长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讲的 金融工作会议讲的 有的资本家是 釜底抽薪 领外合 不让你上国外上市 你必须上市 而且你还把其中的 中央部委的某一个 某一个部委给 把人家给 给拴进去 说他这是我上市的 我不知道你们的意思 好啊 那国家核心地理 地理数据呢 国家机密呢 有些人是假装不明白 本质上是福利抽薪 他只服从大股东的利益 只追求自己的利益多元化 这些都是比较难对付的事 还有那新冠疫情 你不得不不得不 今天逢这儿一个城 明天服那个城 西安这么大的城 说封就封了 武汉这么大的城 说封就封了 大家知道这两天上海 情况严重 北京 我们这胡同 现在你知道吧 你也紧张得很呀 前两天隔壁王奶奶 她的一个老闺蜜住院 住院里面 护士大夫一天一座核酸 老太太说医院的饭不好吃 不好吃 也得瘦着 为啥瘦着 因为外卖不让进 老太太说 外边六弯行不行 六弯 你就直接回家去 你就帮你进来了 老太太在医院住院 那好在这个问题不太大 所以现在一度封城 封这封那 极其艰难的形势之下 我们现在整个形势 表现出来的 前瞻宏大 思路全新 若干做法 战略举策 那是让很多老大员 老同志 毛色顿开 中国经济稳步增长 推动新的环境生长 什么历史性转折 全区性发展 你得服气吧 四六全球新冠疫情当中 中国 中国首 主要经济的当中 2020年 唯一正增长的国家 你你你当然了 你光说 光说这个GDP 说GDP 我们增长的也不错 对不对 在 新冠疫情之前的时候 我们大体相当于 美国的GDP的70% 后来发展 因为正增长 我们到了73% 现在我最新 我看王文 那个人大 这个 这个 这个重阳研究院 最新的数据 我们过了80了 就相当于 美国GDP的80% 就接近世界老大的GDP GDP 当然不是唯一的指标 我们不能拿这事 当成所有的 所有的成绩 但是你不能不承认 它是 它还是一个衡量指标体系 对不对 我看王丽华同志 有个说法 我很服气 王丽华同志 对这个问题的 比较深入的研究 就是GDP的指标呢 它是衡量的 经济发展的 一个重要指标 但是它本身是有缺陷的 知道吗 王丽华同志 研究了耗电量 这个覆盖全局的 一个客观指标 他说和西方的 美国比起来 2010年 就拿 就拿这个耗电量 这个客观指标来说 2010年 中国的工业产值 超过了美国 我前段一下 说是供电量啊 你别单结我这句话 把供电量删掉了 然后你说司马南说 2010年中国 工业产值超过美国 我说供电量 那中国的耗电量 那个时候略少于美国 到2020年 又过十年 中国的耗电量 成为美国的 1.96倍 就差不多两倍了 发展速度 几乎是美国的一倍 和世界主要经济体相比 2020年 中国耗电量 是世界总量的 30%以上 还说啥呀 就这事不值得解读啊 我很少见到有人 这个解读 王丽华关于这事 他说那比美国 日本 英国 法国 德国 意大利 连通 韩国 所有这些国家的发电链 总和还要多 我现在就是旁边 乐队 有乐队 必须的奏一段的这种激情音乐 为什么呀 就是说我们发展的不错啊 不要老瞧着我们 说我们基金结构调整了 我们现在经济增长没那么快了 长个儿啊 就跟一个人一样 有一段时间窜的比较厉害 但不能一直这么窜吧 我快70了 我现在跟你说 别跟别人瞎说 我现在基本都不长个儿了 不但不长个儿 还酸呢 它是个自然的过程啊 经济发展也有这样的规律 但是你这东西自己跟自己比 我们还是进步的 2012年 2012年这是个重要的年纪 我为什么强调2012年 因为2012年中国社会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那年中国耗电量 是49,762亿千瓦时 到了2021年呢 差不多10年啊 耗电量达到多少 83,128亿千瓦时 9年时间增加多少 你算一下 王丽华说法是67% 差不多70% 天呐 这是实实在在的吧 这东西骗不了人吧 生活质量生产力 人家增长啊 这是在经济基础极其庞大 内外环境极其险距 新冠疫情窒息社会经济运行的特殊背景下实现的增长 难能可归 十分不易 此处应该有掌声 更难能可归的是 在领导经济艰难转型的同时 我们实施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 力度最强的 叫扶贫攻坚战 叫共产党惦记老百姓 最穷的 社会最底层的 收入最少的老百姓 谁惦记 共产党把这个当做自己的历史使命 这是中国一亿农村贫困人口脱贫啊 然后还制定一系列的政策 下期里解决共同富裕的问题 要怎么防止反贫 怎么样解决问题 核心就是共同富裕的问题啊 大家都过好日子 因为什么呀 因为共产党就俩娘家人 一个是工人 一个农民 娘家人受苦 在心里不落人 不落人就大慈悲 大慈悲就是观世音菩萨 戈壁王奶的说 共产党就是观世音菩萨 说到这份了 我觉得王丽华同志的说法 和戈壁王奶的说法非常接近 这就是共产党的理想追求啊 这是共产党人的情怀 不忘初心 啥就忘忘初心 这就叫不忘初心 啊 还有一大堆人过苦日子 然后你自己止罪金迷 那就不是忘忘初心的问题 那叫背叛 每一个民族 每一个家庭都不能掉队 这这种情怀和 让这种情怀变成我们共产党的实际啊 实际去奋斗的一个一个的目标 这是不容易的事情啊 疫情的时候很多人都已经讲过了 咱就不讲了 王丽华同志 关于疫情以来 中国保持强大的定力 坚持动态清零啊 这个高度负责 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 却是诊断和死亡比例最低的国家 你你你不管你承认不承认 不管你说起大天的客观上 这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成绩 因为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的啊 核心力量你承认吗 你骂中国这事没弄好 那是共产党的责任 那共产党在扶贫抗议过程当中 取得这样的成绩 你得承认共产党不简单吗 载入民族史册不朽功德吧 那也得载入人类抗议史册吧 大知道王丽华 他是总参的过去的一个部队的政治工作者 他自然说到部队的事情 他说呢 这个部队就国防建设 部队建设 过去存在政治隐患 那2012年以来 国家武装力量整体性革命性重塑 抓了一堆贪腐分子 党的领导的弱化问题突出吧 过什么熊 徐什么厚 防什么灰 张什么羊 古什么山 这些丧失背叛党的政治信仰 和党离心离德的这些败类 相当长时间占据军队很多要害岗位 破坏了军队政治生态 如果不是2012年以来的中央的果断的坚决的处理 速成影响 这后果会怎么样啊 人民解放军 古田会议为标志建立了一个党领导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 新古田会议是标志 新古田会议讲什么呀 重整形状再出发 我没当过这个军人 但是我过去东北生产的建设兵团独立三团 四营二连 我过去当过武装机干民兵 就是拿枪的集体宿舍的 一声哨响就起来之后穿上衣服 扛上枪就往外跑的打靶的 我当过这种民兵 那准武准军人对不对 那你对我们党在加强军队领导方面 从严治军方面所取得成绩 这叫什么叫 叫整肃军队政治刚进 下大气力恢复发言人民军队的光传传统 多少年就是因为不打仗了吗 不打仗的和平吗 和平就留下了和平的毛病 王丽华同志说这叫和平击毙 和平击毙太多了 那怎么办 那就救助能打仗 打胜仗这个根本指向 所以中国的国防和军队改革 重构军队领导体系 现代军事体系 还有军事什么政策 不对的事 我说不太清楚 我说不太清楚 王丽华同志讲得特别好 我是佩服的 对于老兵来说 对于我们这样的老民兵来说 这目标明确不明确 明确 气魄宏大不宏大 宏大思路清晰不清晰 面貌怎么样 应该说适应这个时代发展变化 强军 时代强军 现在美国人垫直着要打上来 台湾海峡人家说过来就过来 现在人家抵近人茶越抵越近 现在南海不断的生事 现在在乌克兰打成这样 美国人拿枪逼着我们 迫使我们要把我们绑架到他的战车上去 所以在这时候我们不由得想起毛主席讲过的名言 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 便没有人民的一切 好了 这期节目说到这 感谢收看 再见 请不吝点赞